NCC是因為壓力太大 壓力太大 上面的壓力 上面下的壓力 所以他不得不處理 一些事情來表公 來表現說我有成績 但是他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他有幾點 他其實是錯了 第一點 他處理的對象 是現場節目裡頭的來賓 不是我們這種固定的 閉門的 我們是閉門的 的特約來賓 不是 他這是公開的來賓 我們在錄的時候不是閉門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家都大概彼此 大家都比較負一點責任 我們都熟了 都曉得應該要有戰有戰 有些要守分寸 這個忽然間出現的來賓 他講話 我請教主持人 大部分的論文節目 在結束的時候 都有說本節目來賓的 你這樣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立場與本台無關 或者本台負責 我們有沒有 都有 每個節目都有 每個節目都有 NCC你就不能罰他 有言在先 有言在先 這是第一點 這是NCC第一次罰政論節目 而且還是罰政論節目的 來賓言論 已經講跟本台無關了 第二點 這個其實不是假新聞 這是一個錯誤 錯誤新聞 也還沒有到新聞的程度 這是一個基層基層的老百姓 他講話不夠嚴謹 你看我們這邊這麼有水準的 講話都可以不夠精準 但是你安心 總統剛才也把金 公金 燉 燉 燉爹了很久 公金跟金已經不一樣了 但是金跟公燉 差得大到 你NCC一直在說 這個如果有心人刻意要軒染 刻意要製造社會的不安的話 不至於說金跟公燉搞差一切 因為這個錯誤差太大了 他猜大到 這有良心或者有一點 這個基本算數基礎的人 不敢這樣做 他應該這樣 這個是不是有可以 放他過去的一個餘地 一個是現場來賓 一個是誤差太大 所以你這樣的情況 你用這個來開法 是沒完沒了 不過我現在認為NCC來賓 裡頭已經跟轉型正義委員會一樣 內在一團亂 頭頭都已經辭了 又不能不交代 所以抓大驚 他是認為公燉 兩把公燉 那是大驚 他認為這件事情 總統跟院長都罵過了 應該是很嚴重 他認為這個大驚 所以見列信息 但是你要知道大驚 有可能他裡頭的錯誤 反而是可以原諒的 就是那種小不小 大不大的 這個才有機可乘 大到明眼一看就知道 這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你有什麼好罰的 所以我說我們其實也 不知道 可是鳳凰雲都罰了 不知道 我知道了 我知道櫃台已經要告他們了 這個你們告他們 我覺得是可以 但是我們花時間 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看不起 目前NCC的處境跟立場 跟他們的作為 你非做不可的話 也要抓一些像樣的 這個是太不像樣了 我要講 就是說NCC的確是 在這個詹庭儀 剛剛我們看到詹庭儀 他就說 我沒有查到有這樣的事情 這一句話已經注定了他下台的命運 所以請問他下台以後 之後的人還敢不罰中天嗎 你如果不罰中天的話 詹庭儀的下場 就是你們的表率 你們就準備一個一個 被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包圍以後 被蘇貞昌點名 蘇貞昌的前置言論自由 不是始至今日 大家記得2006年 他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要整TVBS了 那個時候因為 陳水扁的弊案大爆發 那個時候就舉了十大罪狀 要修理TVBS 民進黨現在的迷思是什麼 我覺得民進黨是一個標準的 尤其在前一陣子 現在才4月幾號 4月7號的時候 還大肆的紀念鄭南榮 還有臉紀念鄭南榮嗎 選前鄭南榮 選後也鄭南榮 選前用鄭南榮來號召 我們是最捍衛民主自由的政黨 選後鄭南榮 你們這些反對我們的言論 所以選前鄭南榮 選後也是鄭南榮 選前的時候 標榜這個言論自由 標榜到什麼樣的境地 到現在為止 蔡英文昨天的談話還說 我們跟 我們不會孤單的 我們有這個世界上的民主同盟 好意思講這種話嗎 陳如你剛才講的 何止是這樣 今天NCC請看 如果你們在監看的話 舉證 當時NCC說什麼 說因為有好多人好多人 打電話去檢舉中天 所以我們不得不辦理 好 下面的人就問他說 三立也有很多造假新聞的狀況 而且從來沒有更正過 請問你怎麼不處理 他說如果你要檢舉三立的話 請你把資料畫面給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調不到資料畫面 這是理由嗎 請看資料畫面出來了 我還建議中天還可以調個什麼 我跟大家講 三立常常怎麼樣 友台常常如何 常常把民進黨的一些 民意代表政治人物 當出了什麼拐 出了什麼包 酒駕或等等之類 在這個三立的電視節目裡面 新聞畫面變成 國民黨籍的議員 國民黨籍的立委 這個我想司剛通通都知道 因為太多的網友都在 傳這件事情了 你是故意的吧 我覺得你是故意的吧 還是你沒有進查證 你連這個議員或者是民代 他是什麼黨的你都不知道 你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想要栽贓 這樣子的情況都可以不用罰嗎 我覺得今天 大家不要小看NCC 鉗制言論的這件事情 因為台灣已經一步一步的 走向獨裁了 如果你要說報韓國瑜太多 我請問你 2014年太陽花以後 報太陽花的多不多 單一新聞台有沒有狂報太陽花 你是不是有特定的立場 你報某一種新聞報得太多 或者是蔡英文當選以後 很多媒體也在造神 很多蔡英文的奇聞異事 蔡英文之前曾經有什麼樣的 曾經要交男朋友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些新聞 不是都在報嗎 那是不是在造神 那是不是針對 單一政治人物報得太多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我覺得最難過的就是 不要再說什麼藍綠惡鬥了 這種根本就是一種假的中立言論 不團結的藍 從來沒有力量去鬥綠 而綠的割喉割道斷的戰略 從來沒有停止過 我希望觀眾朋友 以後你不會有以下的遺憾 以前他們搞黨產會的時候 我沒有出身 因為我不是國民黨 後來他們搞軍公教 水利會 複聯會 因為救國團的時候我也沒有出身 因為我不是軍公教 也不在那些團體就職 後來他們媚日做事漁民的 傳統的漁場消失的時候 我還是沒有出身 因為我不是漁民 後來他們罰中天款的時候 我依舊沒有聲援 因為我想應該不敢關台吧 最後等到我備診的時候 再也沒有人幫我發聲 我跟大家講 綠色的恐怖 前置言論到什麼樣的地步 絕對不是針對中天 我跟大家講 有人像我陳情 他發了一個在私Line裡面 私Line 群組裡面 他點名了徐國勇 他說是這個壞事作絕必死無疑 他說上天的旨意 然後說上次騙了800壯士 還沒跟你算賬 膽敢去除中華民國國旗 這個必須除之而後快 好 這樣子就被怎麼樣 被徐國勇 用什麼樣的法律告他 請看 這是刑事警察局的通知書 他說有這個恐嚇危害安全罪 恐嚇危害安全罪 私人的Line群組 可以被檢舉到警察局去做筆錄 是徐國勇告他 我想講的是什麼 我想講的是剛才那張圖片 除之而後快 不能是說老百姓用選票唾棄你們嗎 堂堂大內政部長 一定要把這句話解釋成 跟你的為安 跟你的人身安全有關係嗎 所以我剛才講的那一段話 就是說不要認為今天 中天被NCC整肅這件事情 不關大家的事 我跟大家講 如果這一步成功了 下一步就是什麼 就是你批評國家元首 有礙於國家安全 下一步就來了 言論自由不是一天消失的 不是 它是慢慢慢慢的 就被當權者 把言論自由給剝奪走了 大家還能夠坐視不理嗎 在這個地方 回家 下都很好 走 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